就在刚才美东时间2022年9月8日下午 英国王室社交媒体及BBC等当地官媒发布消息确认 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巴尔勒默城堡去世 享年96岁 1926年4月21号出生的伊丽莎白二世 作为现任英国女王 英联邦元首 国会最高首领 于1952年2月登基 在2015年9月打破记录 成为英国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 在位70年中任命了多达15位英国首相 从大名鼎鼎的温斯顿·休吉尔 到本周二刚刚继位的利兹·特拉斯 他的一生或许早已不能单单用充满了传奇色彩来描述 伴随着他的家和戏剧 可以说英国一个大时代的轰然退场 关于英国女王的身体状况 白金汉宫其实先前就传达出了一些担忧情绪 就在英国女王离世当天上午 白金汉宫还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早上进一步检查评估后 女王医生对他的健康状况表示担忧 建议女王继续接受医疗监护 要知道 按照以往的传统 白金汉宫发表类似的声明的做法非常罕见 因为女王的健康状况被视作隐私 白金汉宫一般不予置评 与此同时 所有的英国皇室成员 也在向英女王所居住的巴尔莫勒尔城堡赶去 女王的长子查尔斯王子和妻子汤沃尔公爵夫人 当时已经守护在了女王身边 同时 女王的孙子健康公爵 和女王的其他两个儿子 安德鲁王子 爱德华王子 以及爱德华王子的妻子索菲 在英国下令时9日下午4时许 抵达距离巴尔莫勒尔城堡以西64公里的阿伯丁机场 女王的女儿安妮公主 已经在苏格兰 在巴尔莫勒尔参加其他公务 健康公爵夫人留在了温莎 因为他们三个年幼的孩子 今天是第一天正式开学 发言人说 原计划在伦敦参加一场慈善活动的哈利王子 也在前往苏格兰 得知女王身体抱恙的英国人 也自愿聚集在巴尔莫勒尔城堡门口 为女王陛下祈祷和表达敬意 自去年年底以来 由于身体健康的状况 英国女王已经减少了在公开场合露面 特别是2022年2月20号 她感染了新冠 5月份 又近60年来首次错过了议会开幕式 在9月6号 96岁的女王伊丽莎白二世 在巴尔莫勒城堡 接受约翰逊的辞职 并正式任命 特拉斯为新任首相 她与特拉斯会面时 当时女王的首部于轻 已经让人有了担忧 BBC王室记者分析说 很显然 这一次对女王的健康状况 有更加严重的评估 白金汉宫的声明比以往更加明确 而且并没有只是说 女王年事已高 行动不变 今年96岁的女王 自从7月起 一直在苏格兰度暑假 在伦敦 女王身体悄悄的消息传出后 白金汉宫还取消了传统的换岗仪式 说起英女王身体状况的突然转变 大概率与感染新冠病毒有关 就在上个月 她在与NHS工作人员和住院的患者视频通话中透露 感染新冠病毒让她疲惫不堪 虽然当时的英国女王已经接种了三支疫苗 但她的身体可能依旧正在遭受 包括极度疲惫在内的新冠后遗症的侵害 按照先前的计划 英国女王一旦去世 全国上下将会将半旗致哀 全国进入12天的哀悼日 并且理论上来说 英国的王位不能有真空期 所以一旦女王去世 史上最常待机的查尔斯王子 作为王储将自动成为新一任的英国国王 当然 她的正式继位还需要一系列的官方程序 她将在议会和英格兰教堂当众宣誓忠诚 圣甘姆斯公才会正式的宣布她为国王 作为在位时间最长的英国君主 见证了近一百年的时代变迁 操劳一生的她终于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让我们为她的离去哀悼 同时也将她慈祥的笑容永远定格在心中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 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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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期再见